各位嘉賓好 我柯宇瑞 今天繼續跟各位嘉賓介紹 刑事訴訟法 上一次介紹到213 那接下來從214跟各位嘉賓介紹 那今天我有繼續邀請 陳彥宏警官來參與這個刑事訴訟法 的介紹 陳彥宏警官是我們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然後政科85期一對移民族的優秀的畢業生 他有通過警察特考4等 然後在警傳受訓 彥宏你在警傳受訓幾個月 3個月 在3個月時間他苦讀 後來他通過警察特考3等 然後現在在中央警察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受訓 我在警大受訓時間就比較久了 那他對刑事訴訓也有興趣 所以我今天繼續邀請他來參與 那夜宏警官跟我一起錄製的這個刑事訴訟法 我們兩個人一起錄製的 大概也有9集 那今天算是第10集 第10集 好 那這段時間也感謝夜宏警官辛苦的付出 那今天從214條開始跟各位嘉賓介紹 214的話 他總共有3項 3項 而我們的法律條文是這樣 條項款目第幾條 214條 然後再來是項 再來是款 再來是目 中國大陸是條 第幾條 第幾款 第幾項 跟我們的項跟款嗎 對調 我們是條項 第幾條 第幾項 第幾款 第幾目 條項 款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呢 條款項目 所以中國大陸翻譯的那個國際法 都是第幾條 第幾款 第幾項 第幾目 那我們是第幾條 項 這個總共有3項這樣齁 看驗時的道場與道場通知 這是看驗齁 恩 首先 我們上一次有提到看驗齁 不過我們再 檢視一下 看驗的定義 看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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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驗是什麼呢 根據 抱歉 根據 根據這個維基百科的 看驗是刑事訴訟法 他是調查證據的一種方式 用這個 純粹 用人的這個檢察官跟法官的五官 言耳鼻舌生意 好 言耳鼻舌生 他用五官 可是 好像這個五官好像也是不大OK 因為人有言耳鼻舌生意意識 佛教還有莫娜阿拉耶士 所以他五官好像少了六官 是不是應該六官比較正確 感知物的存在和狀態 檢察官 這個 惡意識第二項就是檢察官來看驗的 到犯罪現場 單純的 透過言耳鼻舌生意 來感官這個 犯罪現場的一些 犯罪現場的一些 然後會做 勘驗筆錄 這個是 所謂的這個 勘驗 高中檢察署也有勘驗 勘驗 勘驗就是 法院或 法官或檢察官 為了調查證據 以五官 也是言耳鼻舌生意 言耳鼻舌生 這樣也不大對 因為他沒有意識 這個缺少一個意識 人是有思想的 人是有思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五官好像也不是很OK 認識事物的現象 言耳鼻舌生 然後沒有透過意識 怎麼來認識這個外在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這個五官好像應該是不是應該改成六官 言耳鼻舌生意 佛教還講這個莫納士 莫納士 莫納士會 騙子前面的言耳鼻舌生意 所以理論上應該講七官比較好 我覺得 精準的講 好 依行訴法的規定 勘驗的處分有下列幾種 這個是上個禮拜 那個彥宏警官有提到213的 213的 這個旅刊犯罪現場 還有其他案情有關的處所 檢查身體 檢驗屍體 解剖 檢查有關的物件 其他必要的 處分 好 這個是 勘驗 這個是台灣高檢署的資料 我覺得這個五官恐怕要改成七官 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好 有這個背景之事 我們來看一下214 勘驗的主體就是檢查官跟法官 可以命證人、鑑定人在場 為什麼不能命這個原告 被告 被告的話 還有被害人在場的話 恐怕 就是說 是說 有必要的話 當然我們在通知 但是 我們對當事人 代理人 辯護人 我們是通知 然後 對證人 建立人 我們是用命令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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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令 就是 刊驗的 道場 然後 檢查官事情 刊驗的時候 必要的話可以通知當事人 如果當事人來的話 警察恐怕要保護一下被害人的安全 被告 被告 不是被害人 被告 被告 常常被打 檢查官也可以通知代理人 還有辯護人 到場 通知律師 那第三項 前項勘驗的日期時間處所 要預先通知 但事先成名不願意到場 到場 到場 不願意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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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急迫的情形者 不在此限 不願意到場 那事先通知 我覺得 勘驗 勘驗要事先通知 預先通知 他沒有提到說 至少要幾天前 這個恐怕法條也有 修改的必要信 就是 最好是明定 大概是多久前要通知 可能會 預先通知 至少要幾天前通知 可能會比較好 接下來 我們再來請葉宏警官 介紹一下 215條 215 那在葉宏警官 介紹 214的話 等下再請葉宏警官介紹 215 這個 刊驗的主題是法院跟檢察官 214是實施刊驗 然後通知 還有在場 這樣 檢察官實施的話 可以得通知當事人 代理人 辯護人 這214的第二項 如果是法官實施的話 當事人 辯護人 得在場 然後219 150條 第一項 好 那 請葉宏警官介紹一下 215 第一項 檢察身體除份限制 檢察身體如系對被告以外之人 已有相當理由可認為 與調查犯罪行有必要走背限 第二項 第二項是 形象檢察 得傳喚其人到場 或指定之其他處所 並准用72條 73條 175條跟178條規定 來 那傳喚嘛 因為要行傳喚 所以是准用72條 那個 口頭傳喚 跟 73條 那麼熟 73條監鎖傳喚 那 175是那個 傳喚傳票 175是 傳喚正人應用傳票 那178是那個 對阿 178是那個 傳喚的到場遺物 正人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得可依信財幣 第三項有一下法環 具體 再傳不到一同 所以剛剛的175 215條 有包含准用 因為是傳喚檢查身體嘛 那 傳喚檢查身體 是准用傳喚正人的 規定 那 第三項 這一項可以把它介紹一下 第三項是檢查 婦女身體 要檢查婦女身體的話 因命醫師或婦女行事 這樣 所以他的 是針對 身體處分的一些限制規定 所以 那 是要有相當理由 相當理由就是 嗯 他的 他的要求比較高一點 就是一定要有相當理由 才可以算 做這個 檢查身體 這個 因為畢竟檢查身體 算是侵犯一次權嘛 那 如果是侵犯人身 人身自有的一些 規範的話 一定要有相 一定要有足夠的相當的理由 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一定要 調查犯罪行程 有必要才可以 那第三 二一五條 跟前項的 前條的二一四是勘驗嘛 二一四的勘驗 他 可以通知 跟 在 得命證人 跟 監禁人到場嘛 也可以 那 這邊是有檢察官實施這個勘驗 或是法官實施嘛 那 他們 當事人跟辯護人都在場權 這樣 那 那二一五條的話 是 二一三是針對那個 犯罪行程 的 犯罪行程 旅刊驗嘛 那犯罪行程 的 處分的話 有一些 旅刊犯罪場所啊 跟其他案情有關係的處所 檢查身體解剖屍體 跟檢查有案情相關的物件 跟其他必要處分 那二一五條 如果是對被告以外之人的話 上述說 剛剛講的那些都是針對被告或是 被告或是 一些 當事人 辯護人嘛 那這邊二一五條是針對被告以外之人 那如果要針對被告以外之人 像是 被害人啊 或是一些 證人的話 就是要 需要相當理由 可認為與調查犯罪情形有必要 才可以做這個 做這個二一五條的檢查身體處分 那 看驗跟鑑定最大差別 在於看驗本身 就是不用的特別專門知識 那 檢察官跟法官本身的感官知覺 調查就可以了 驗鑑警官 他是透過五官 你覺得五官正不正確 一人耳耳鼻舌深 竟然缺少一個意志 是不是應該六官比較好 喔應該是吧 就是感官而已這樣 對不對齁 言耳鼻舌深 竟然沒有思考耶 那怎麼 沒有思考要如何判斷勘驗呢 所以五官是不是 你覺得會不會有一個錯誤啊 要六官 所以他才要請鑑定人到場協助我這樣 專業人士這樣 所以勘驗 勘驗就不用本身 特別就不用特別專門知識嘛 那鑑定的話就需要 呃 如果 勘驗 勘驗本身這個動作是不用啦 那如果他 有特別說要需要特別專門知識 的話 就生物啊 或是一些 鑑定的東西 檢察官跟法院可以 請鑑定人到場協助這樣 那二一三條是 算是強制處分的一種 那其中第二款 第二款是指說檢查身體 的話就是 身體檢查處分的一環這樣 那還有偵查階段實施勘驗的話 基於偵查的不公開要求 當事人辯護人並無在場的權 但在審判階段 當事人辯護人想要在場的權 若有違此要求的話 那就是 取得證據應該要 11584 前衡證據能力 110台上 1100台上 215號 反決 那這是針對215條 214213 做一個整合統領 做一個報告這樣 謝謝葉宏警官 你報告得很好 好 那接下來報告216了 好 216 216條是 檢驗或解剖屍體 檢驗或解剖 216總共有 三項 檢驗或解剖屍體 應先查明屍體 有沒有錯誤 這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檢驗或解剖屍體 屍體有沒有錯誤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檢驗屍體 應命醫師或檢驗員行之 他沒有說一定要醫師 檢驗員也可以 檢驗員 因為他是屍體嘛 所以不一定 所以他 他 就是說活的人才會有知覺 屍體就比較沒有了 尤其是 佛教說八個小時以後 靈魂已經脫離 屍體的 肉體的 或檢驗員行之 解剖屍體的話 就不一樣了 檢驗的話 要命令醫師或檢驗員來行之 可是解剖屍體的話 就必須要有專業的醫師來 來行之 這個是 檢驗或解剖屍體 216裡面的第二項跟第三項差在哪裡 第二項只是檢驗而已 所以他 他有兩個主體 第一個是醫師 或檢驗員 那解剖第三項呢 216是解剖 解剖的話 就應該命醫師來行之 好 那接下來 再來 請彥虹警官來 介紹一下這個 217 這個就是檢驗屍體 或是說我們對於屍體進行解剖 大體的解剖 具體的那個 處分 要怎麼做這樣 好 行出出動法217 檢驗或解剖屍體處分 在217條第一項 檢驗或解剖屍體 因得將屍體跟其部分 暫行留存 那 病的開關跟發覺分母 就是 有些屍體 因為 槍性侵或是殺害 殺人罪那種 那因為就是一定要解剖跟檢驗屍體 不然 你去問那個 被告他可能說不出一些東西 問不出一些東西 這樣 那 這時候檢察官 就配合法醫這邊來做解剖 跟檢驗 那 那 這邊就是規定說 檢驗跟解剖屍體的話 可以留存 跟開關 發覺分母 有些家屬會先把那個遺體 送到殯儀館嗎 應該說 葬儀社他的流存都是會先送到殯儀館 流存 那 檢方 跟法醫這邊會前往殯儀館來做檢驗跟解剖 那如果針對案情有 這邊是針對如果是非自然死亡 來做解剖跟檢驗 解剖跟檢驗 如果是自然死亡 就通常不會做這個 解剖實體的動作 因為 他就是自然死亡 那是針對非自然死亡 然後 有一些 犯罪嫌疑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那就是 可以 檢方這邊跟法醫就可以 前往殯儀館開關解剖 這樣 第二 像檢驗解剖屍體 跟開關發掘墳墓 因通知死者配偶或其他同居 要有性的親屬許其在場 通常看電視畫面都會知道說 其實那些死者的配偶家屬 他都會在殯儀館現場 配合檢方這邊來做那個 殯儀館 跟 那個 檢驗 家屬齁 都會在齁 一般來說通常會在殯儀館 等 等 調查報告結果 那 解剖禁定報告出來 還是要等一段時間才會出來 不可能說當場 就 法醫 馬上檢驗出來 給 調查報告給他 這樣 那 所以 217的第二箱指說 他有在場的權 這樣 許其在場 他 而且他有通知義務 通常有些家屬 他可能也不知道這個情形 跟親屬關係比較疏遠的那種 那種死者 有可能會 他的家屬都不知道 那這邊 就是規定說 他應該要 他主體應該是 法院或檢察官啦 那就是要通知死者 這個 配偶跟其他同居較勁的 親屬 那可以在場 配合這樣 所以這217條 檢驗跟接鋒實體的處分 好 謝謝夜宏警官 接下來我來介紹 218條 218條 欸 刑事訴訟法裡面 我們常常 聽到就是說 什麼是 看驗 然後呢 什麼是 相驗 看驗的話 看驗這是高檢署的資料 看驗的主體是法官或檢察官 他是為了調查犯罪證據 犯罪情形 用六官的作用 認識事物的現象 所施施一個處分 這是看驗 他的大前提是調查犯罪證據 犯罪情形 看驗 好 那接下來跟各位嘉賓報告的是 218 相驗 什麼是司法相驗 什麼是行政相驗 法律百科裡面有提到 病人因重病死亡 沒法取得死亡證明書 司法相驗 行政相驗 是由所在地的衛生所檢驗屍體 發給死亡證明書 司法相驗是人民有非病死或可疑病死 檢察官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高檢署的資料 什麼是行政相驗 什麼是行政相驗 這個是 什麼是司法相驗 是台灣高等檢察署的資料 法律常識 什麼是行政相驗 就是針對病死的 自然死的 病死的 有醫院 病死 生病而死的 自然死亡的 醫院或衛生所 檢驗屍體 又開立死亡證明書 行政相驗時 派出所會派遣警員到場協助 那什麼是司法相驗呢 司法相驗就是 刑事訴訟法 它的反言依據刑事訴訟法 218條 第一項 檢察官可以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 醫師或檢驗員行之 相驗的時候可以檢察官會同醫師 檢察官會同法醫師 會同檢驗員行之 檢察官認為顯然沒有犯罪嫌疑者 得調度司法警察官會同法醫師 醫師或檢驗員行之 這樣 然後 根據刑事訴訟法218第三項規定 疫情項規定相驗完畢以後 應即將相關的卷宗呈報給檢察官 檢察官如果發現有犯罪嫌疑的時候 應繼續進行必要的勘驗及調查 這就是所謂的司法相驗 那目前怎麼做 他說每一天現在地檢署 每一天都有專責的執勤的外勤檢察官 檢察官有內勤跟外勤 外勤檢察官受理當日轄區內的 所有司法相驗的工作 然後 瑕疑派出所接獲通報以後 會向分局的偵察隊報告 偵察所會會同瑕疑警員 到達現場以後 進行初步調查 現場勘察 收證照相 聯繫家屬製作筆錄 然後 偵察所 就是整理卷宗 偵察隊的偵察所會整理卷宗 把這個卷宗報告地檢署 完成報驗 所以所謂的報驗是警察向檢察官報驗 外勤檢察官接獲警方的報驗以後 會指示出發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然後召集書記官 法醫司機約定地點以後 進行施法相驗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分局的偵察所 還有我們 俠區的派出所警員 也要陪同 接下來就由檢察官 會同法醫進行施檢 屍體的檢驗 判斷死亡方式 死亡的原因 製作家屬 筆錄 關心人筆錄以後 開替相驗屍體證明書給家屬 然後發交屍體給家屬死者 處理後事 如果死亡原因跟死亡方式 但是沒辦法判斷的話 或認為有他殺嫌疑 或家屬有意見 那檢察官就會決定 覆驗 第二次的覆驗 甚至解剖 然後暫存於殯儀館這樣 待法醫研究所指派法醫進行覆驗 還有解剖 那家屬各位拒絕了 檢察官通常會 會讓身亡兩者均無遺憾 而且會逢好 所以希望不要強硬到 要到家屬 通常家屬為了 尤其是 解剖是法醫解剖嗎 解剖的話 檢察官是負責看嗎 他通常如果是解剖的話 他的屍體的情形 有沒有傷害在哪裡 檢察官會會同法醫 屍檢 然後如果他殺的話 然後會等待法醫研究所 法醫研究所指派法醫 先看 法醫跟他一起看 真的要采要縫的話 檢察官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法醫 研究所裡面的法醫來進行解剖 對對對 這個叫做所謂的司法相驗 這就是218裡面的相驗 所以相驗、勘驗差在哪裡 勘驗是他的大前提 勘驗的話 勘驗 勘驗的話 是因為要了解犯罪的這個情形 犯罪情形 才要勘驗 這個有 法律明文規定很清楚 212條 法官或檢察官依調查證據 調查犯罪證據 還有犯罪情形 可以實施勘驗 這是212 218的話是相驗 非病史或可疑為非病史 檢察官要訴相驗 好 這個是218 接下來我們就請葉弘警官來繼續說 219 219的話就是 我們在檢察官跟 法官跟檢察官在進行勘驗的時候 除了這些法條以外 從212以下的這些法條以外 219裡面他有准用 勘驗的時候 應該是說這樣 就是 嗯 219他說 有一些法條 在勘驗的時候 可以准用 於勘驗時可以准用這些法條 好 219勘驗准用的規定 在127、132、146到151跟153 勘驗的時候可以准用這些法條 對不對 那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勘驗准用的話 如果要勘驗一些軍事秘密處所 應該要得 長官允許的話 才可以進行勘驗 喔 長官啊 軍營這樣 132是強勢搜索的規定 那132 純用勘驗驗的話 應該指說 就是如果要抗拒勘驗 抗拒勘驗的話 就是可以強勢力 勘驗不得於必要程度 那解剖勒 他這邊講勘驗 不是解剖 喔 勘驗 146到151的話 146是指說 146是搜索扣押的時間限制 有喔 21、213 勘驗 可以解剖屍體 可以檢驗屍體 解剖屍體 所以可以強制力解剖屍體 那他說哪一條可以存用 146 132是那個 強制力 132 抗拒搜索可以強制力搜索 不得於必要程度 那勘驗呢 你看213 勘驗裡面的第四款解剖屍體 對 那把它套進去 是不是就是說那個 抗拒勘驗者 得用強制力 但是這個強制力 不知道啦 應該不會有人想要強制開剖 解剖吧 大概都用欠說啦 對啊 為什麼要強制力解剖 然後146 那個 搜索扣抗壓時間限制 就是夜間不得搜索扣抗壓嘛 所以夜間 通常這個也可以夜間自行勘驗啦 那就是如果有些 一些 住居人 看守人 那一些 同意的話 就可以一樣進行勘驗 147 是夜間易得 入內搜索扣壓的規定 148 是搜索扣壓 在場人 住居人 在場人 代表人可以在場 進行那個 就是在那邊看啦這樣 149 政府機關 軍營軍艦的 秘密處所 搜索扣壓 長官代表人可以在場 150 搜索扣壓在場人 這邊指150是針對當事人審判人 審判中辯護人 可以在搜索扣壓在場 那如果被告收拘禁任期在場 搜索扣壓有妨礙不在此線 151是搜索扣壓的暫停 如果一些搜索扣壓的動作暫時終止的時候 可以必要死可以命 該那個處所閉鎖 然後命人看守 就是可以把它鎖起來這樣 因為不可能搜索扣壓可以 一天或一小時 一時半小時就把它用好 153是針對那個 阻託搜索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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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承辦長的檢察官 可以阻託陰形扣壓 搜索扣壓地的法官檢察官行致 所以 153 121、132、146到151跟153的規定 在看驗之後都可以遵用 這樣 再來是220 219之1的 證據保全的規定 這樣 好 謝謝彥虹警官的 介紹 剛才是219 那 我們這次的修法裡面有增加 219之1 之2 219之2 219之219之219條字1就是證據保全的申請 申請機制啊 申請的程式 219之2的話 裁定 申請證據保全的裁定 219之3 申請證據保全的管轄機關 219之4 申請證據保全的旗制 219之5 219之5 剛才是219之4 219之5 申請保全證據的書狀 219之6 犯罪懸疑人於實施保全證據的時候可以在場權 219之7保全證據的保管機關 219之8保全證據的準用 所以他好像有新增加一個保全證據的章節 就是第5節 這個是 這個體系的話 保全證據是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總則 第一篇總則 第12章 證據 Evidence 第5節 證據的這個保全 證據的保全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介紹 219 219條 刑事訴訟法 第219條之1 總共有3項 在介紹219之1之前 先跟各位嘉賓介紹一下證據保全的整個 大的體系 為什麼要保全證據 因為這個刑事犯罪的證據 有淹滅 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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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力或自愛 愛難使用之的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要保全證據 那保全證據 他有分偵查中 還有起訴以後 一般第一次審判期日之前 來申請保全證據 他的那個 申請的時間不同 他的效果 法律效果會不大一樣 219條之1 還有219條之3 在偵查中的話 是有 告訴人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 犯罪嫌疑人 被告 或辯護人 來申請 那如果案件還沒進入檢察官的階段 像調查的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所屬機關 這個分局 通常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 隸屬於分局的偵查隊 或是說 刑事警察大隊 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申請 不是向警察分局或警察局申請 是向這個警察局或分局隸屬的所在地的地方法院 現在檢察署那個地方法院的名稱 我們抬頭已經拿掉了 地檢署檢察官申請 檢察官駁回 或為保全處分 保全處分就是有兩種選擇 選項 第一個檢察官就是駁回 第二就是檢察官做出五天以內 五字以內 為保全處分 然後不服駁回者的話 可以向該管的法院來申請 好 然後219之後呢 法院裁定駁回 法院可以裁定駁回 或定期補證 或 或是准許這樣 那根據219之2、219之4 這個案件是不得抗告的 保全證據不得抗告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對法院裁定駁回 不准抗告 我覺得這部分好像是有改善的空間 219之2跟219之4 對保全證據被法院裁定駁回不能抗告 我覺得對於當事人的權利保障好像是不夠周延 有討論的空間 219之4起訴以後到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檢察官、致訴人也可以申請 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申請 保全證據 擊破的時候 向受訓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的地方 法院申請 法院可以裁定駁回 也可以定期補證或准許 駁回的話不能抗告 根據219之2、219之4 不能抗告 這部分也有改善的空間 根據219之4的第一審 第一審 第一次審判期日之前 被告辯護者 可以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申請保全證據 擊破的時候 向受訓問人 居租居地或證物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法院可以做出幾種選項 第一個 裁定reject 第二個 定期補證 第三個 遵許 如果被法院reject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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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跟自訴人好像都不能抗告 偵查階段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個很有改善的空間 很有改善的空間 這樣 接下來跟各位 這是剛才介紹的是整個保全證據的一個大的架構跟體系 我覺得保全證據這一張很有問題的是219之2 219之2不得抗告 這個恐怕有改善空間 219之2這個真的很可惜 這個偵查中的話 申請被法院駁回 竟然不能補證 不能夠抗告 219之4的話 是 案件已經系數到了法院 然後被法院駁回 也不能抗告 這個我覺得很有改善的空間 這整個證據保全這一節裡面 我覺得 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總則 第十二章證據第五節的證據保全 未來修法方向應該有很大的空間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犯 就是 就是 犯罪嫌疑人 被告 辯護人 致訴人 辯護人 他申請這個保全證據 被法院駁回 目前的 目前的救濟方式是不准救濟 這個是 這個恐怕有違憲之嫌 憲法十六條 保障 名為規定人民有訴願訴訟權利 請願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 這個 刑事訴訟法的兩百一十九條之二 兩百一十九條之四 不得抗告 對 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被法院駁回 不得抗告 恐怕有違憲之嫌 我覺得啦 有違法之嫌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介紹二十九 之一 總共有三項 好 告訴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 辯護人 於證據有淹滅 偽造辯造 引力或愛難使用之於死 可能性的時候 偵查中 向檢察官申請 這個聲的話 是聲音的聲 為搜索 扣押 鑑定 可以向檢察官申請搜索 搜索 搜索的處分 保全處分 扣押的保全處分 鑑定的保全處分 堪驗的保全處分 訊問證人的處分 或其他必要的處分 當事人 告訴人 然後被告 還有犯罪嫌疑人 好 然後再來第二項 檢察官受理前項申請 保全證據的申請 除之認為其不合法 或無理由 淹以撥回則外 淹於五日內 為保全處分 那如果被檢察官撥回的話 也沒有救濟機制 哇 這也是很有問題的 好 第三項 219-1 本法 就是 本法是指 刑事訴訟法 刑訴法 219-1的第三項 檢察官撥回 前項申請或 位於期間內 為保全證據者 申請人得 淨向該管法院 申請保全證據 哦啊這個也是有啦 他的救濟機制 就是說 檢察官你既然不准的話 我就直接 申請人 得淨 這個淨的話 淨的話 淨的話就直接嘛 Directly 淨向該管法院 來申請保全證據 好 這就是保全證據的申請跟 跟程序 219-1 219-1 以下的都是新增的 那我的感覺 這個保全證據 這個也是刑事訴訟法的進步 這個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再請葉宏警官來介紹一下 這一個 申請保全證據的裁定 有看到裁定的話 應該都是法官的權利的 好 好 219-2嗎 對 219-2 申請保全證據裁定 那法院對於前條第三項的申請 就是針對那個 檢察官的申請 呃檢察官受理的申請嘛 那 如果在裁定前 應徵詢 法院就是要徵詢那個檢察官意見 然後再 認為 不合法律上程式或法律 像不應允許或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 那 這只是裁定啊 不是判決 所以 申請保全證據 如果要針對 他做 不允許無理由 或是不合法律上程式的話 都是用裁定駁回 那 也要先 徵詢他的意見 不能說直接 法院直接申請 直接裁定補回這樣 就是還是要徵詢 檢察官意見 那 但其 但書針對 不合法律上程式 可以補證的話 可以定 應定期間密請 簽命補證 第二項 法院認為 申請有理由者 應為准許保全證據之裁定 那 就是如果 第一項是無理由 那就是裁定補回 第二項 申請有理由 那就是因為 遵據保全證據裁定 第三項 前兩項裁定不得抗告 就是 不論說法院認為 無理由裁定補回 或是申請有理由 遵據保全證據裁定的話 兩項裁定第三項 都是不得抗告 就是 因為法院已經做裁定了 跟前面 跟其他的 裁定的 規定不太一樣 指說這邊 申請證據的裁定 申請保全證據的裁定 是不得抗告的 也就是他不能再提出 其他意見 那不得 抗告這樣 因為這個已經 219之2他申請保全證據裁定是已經 經過檢察官的意見跟法院的 沈卓 阿兩方 他裁定請要徵詢解藏外意見嘛 那法院認為說他已經無理由了 那不得抗告我覺得這個是蠻合理的 不然還有誰可以提出意見 他可以抗告到上訴法院 他普通法院向 經過普通法院向高雄法院抗告 那當然他可以等 全部判決在進行上訴就好了 不用說一定要先 因為他規定就是這樣嘛 因為審判要趕快加速那個 審判流程這樣 趕快結案 阿不可能說 每個案子都讓你看告 每個審判流程都讓你抗告 這樣子審判流程結不完這樣 就是案子結不完 所以 畢竟219之2他已經申請保全證據了 已經徵詢過檢察官的意見 那法官檢察官都認為不符合 法律規定或是無理由 那裁定補回應該是蠻有理由的 那不得抗告就是219之2的規定 那如果你還是有意見 你覺得保全證據做得不好 你可以等到裁判決定 裁判終結 就是裁判下來 判決下來 你再做上訴就可以了 可能當初的立法是像你講的一樣 案件就是說 每個審判流程 每個審判流程裡面 他都給你用這個來搞的話 用這個來拖延戰術 用拖延戰術 會整個案子 會 案件拖不完 對 辦不完 法官現在亮 法官 法官現在那個 法官的 法官的 壓力就是說 案件結不完 辦不完 所以 但是我是 覺得 這個 在這個證據方面 也是很重要 證據方面 這個 當初可能就像 葉宏警官你講的 可能就有這個理由 就是為了 審判到那個加速的 審判的速度 但是證據 總是要在正確的方向運作 那目前呢 目前的話是不得看告 好那接下來 跟各位嘉賓介紹一下 219-3 219-3 219-3 申請 證據保全的這個管轄機關 這是刑事訴訟法 219-3的規定 他說 219-1 219-1 他是怎麼規定呢 他說 219-1 219-1是說 告訴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 犯罪嫌疑人 跟被告差在哪裡 在司法警察接官 犯罪加害人 在司法警察 偵查階段 叫做犯罪嫌疑人 案件係署到地方法院的 地檢署地方法院 他的身份 會轉換成被告 還有辯護人 辯護人 就是律師嘛 對於證據 有湮面 偽造辯造 引力或愛難使用之餘時 偵查中可以申請檢察官為 搜索的保全處 處分 括規壓 鑑定 勘問證 或其他必要的保全處分 這是219-1 那我們看一下219-3 他說 申請保全證據的管轄機關 他說219-1的保全證據申請 這要用聲音的聲 音效偵查中的該管檢察官為之 所以司法警察是沒有管轄權的 好 那案件 案件 案件 尚未移送到報告檢察官者 應向調查的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屬機關 不是向警察機關申請 後面還有 警察機關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申請 那這個修法了 所以這個219-3裡面這個 地方檢察署 所在地的 地檢署 地方檢察署 舊法是地方法院檢察署 那新法已經把地方法院拿掉了 地方法院拿掉了 它改成地方檢察署 地檢署 檢察官 所以管轄機關就是地檢署 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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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查中的話 是向警察機關所屬的地檢署檢察官申請 那如果案件已送到地檢署 那就應該要向偵查中的檢察官來為之 申請人是誰 219-1裡面規定的申請人 1.告訴人 2.犯罪嫌疑人 案件還沒 加害人還沒移送到地檢署 還沒係署到法院的時候 在司法警察機關的階段 我們都統統稱為犯罪嫌疑人 這個加害人 犯罪嫌疑人被移送到地檢署 或起訴了到案件進入法院 這時候叫被告 或辯護人 所以他這個 申請保全證據的申請人 根據219本法刑事訴訟法 第219條之一的申請人 1.告訴人 2.犯罪嫌疑人 3.被告 4.辯護人 219條之3 管轄機關就是檢察官 219條之2 剛才葉弘警官介紹的 就是申請保全的法院裁定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219條之2的第三項 前兩項的裁定 219條之2 根據219條之2 第三項是不得抗告 219條之4也是有規定 不得抗告 好 接下來 219條之4 請葉弘警官來介紹 219條之4 在第6項裡面 他有提到 前兩項規 裁定 不得抗告 219條之4是什麼呢 219條之4是規定 申請證據保全的旗幟 好 那再請葉弘警官介紹一下 219條之4 申請證據保全旗幟 案件第一審判中 被告辯護人認為 證據有保全之必要者 得在第一次審判旗幟前 申請法院受命法官 違證保全證據所分 那就是要在審判中 向法院或受命法官 申請 那 一定要再申請 期日在 審判期日 第一次 就案件在審判中 那就是要在審判期日前 要先申請 保全證據所分 那欲有擊破情形 一個享受詢問 入居地證據 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申請 第二項 檢察官 自訴人 起訴後 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任由保全證據是必要異同 所以 不論是被告辯護人 或是檢察官 第二項的檢察官 自訴人 要證據保全的話 都是在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向法院受命法官申請 保全證據處分 第三項 可以用這個 279條第二項規定 受命法官為保全證據處分 清新遵用 279條第二項是指說 受命法官準備程序跟 法院審判長有同意權限 受命法官的權限等同意 審判長 這邊的規定 就是遵用 跟受命法官為保全證據處分 那時候請行存用 第四項 法院認為保全證據 申請不合法律上承示 或法律上不應准許護理由者 應即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不合法律上承示 可以補證者 應定期監命先命補證 所以第四項 法院可以裁定駁回 但是如果是可補證的話 還是要先定期監命補證 第五項 法院送命法官認為申請有理由 因為准許保全證據才裁定 申請有理由的話 就是 第四項是無理由 或是不應准許 第五項是有理由 不應准許無理由裁定駁回 申請有理由遵須的裁定 跟前兩項裁定一樣是不得抗告 那 跟剛剛的219-2 前兩項裁定不得抗告的規定 219-2的規定指說 法院受理這個申請 無理由的時候 裁定駁回的時候 針對這個裁定不得抗告 這是 219-1跟219-2是針對申請 可不可以申請 來做討論 那219-4 剛剛是講219 219-4嗎 219-1是偵查中 219-4是審判中 偵查中 這是偵查中的 對偵查中 219-4是 219-4是 219-1是偵查中 219-4是審判中 兩個不同的旗幟 那219-4是針對審判中的 申請證據保全這樣 對對對 所以兩個有差別 那一樣都是不得抗告 這樣 好這樣 2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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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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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申請保全證據的這一個 它要具備的一些書狀 申請保全證據 我們看一下司法院全球資訊網 這個是司法院的 Judy Shaw Judy Shaw 申請保全證據 它要相關的法條 刑事訴訟法219-1 -3-4-5 那發布的單位是刑事廳 我們來看一下 告訴人 犯罪嫌疑人 告被告被辯護人 為了防止證據滅屍或發生愛難使用的時候 它是一種預防性的 preventive 預防性的major 申請保全證據 偵查中 向該管 可申請該管檢察官為搜索 扣押、鑑定、勘驗、訊問證人 或其他必要的保全處分 如果案件還沒有移送到檢察官 就要向調查的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所隸屬的警察機關 所在地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申請 檢察官如果駁回申請 或五日內沒有做出保全處分時 申請人並可以直接 我們法條叫鏡像 司法院把它改成白話文 直接向該管法院 地方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另外案件在審判中 當事人或辯護人 律師 於第一審第一審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如認為證據有保全的必要的話 可以向法院申請為保全證據的處分 但是如果遇有那個 Emergent situation 急迫的情況的話 也可以直接 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的地方 在法院申請 申請保全證據 要提出訴狀篩有案情概要 因保全的證據 保全方法 依該證據印證的事實是什麼 因保全證據的reason 為什麼 why 他的理由是什麼 這些事項 並市民 因保全證據的理由 市民就是闡述 Explain why 要來保全證據 拆譜和法律規定的程式 這是申請 當事人要如何申請保全證據 好 這是白話文 那我們看一下文言文的這個 文言文的這個法條 在215-5 申請保全證據的這個書狀 書狀 申請保... 這個215的話總共有三項 第一項 申請保全證據 因你書狀為之 剛才司法院也有提到 申請保全證據的書狀 因載明下列四項 根據219條之五第二項的規定 總共有四款 第一款 案情概要 它的概要是什麼 因保全證據為何 保全的那個方法 method 是什麼 第三個 依該證據應該印證的這個事實是什麼 第四個 因保全證據的reason why 是什麼 好 然後215 抱歉 219 刑事訴狀法的219條之五的第三項 前項第四款的理由 理由要示名 理由要示名 這個是申請保全證據的書狀 接下來 再請葉宏警官來介紹一下 這個219-6 219-6就是申請保全證據 在場權 在場也是一種權利 在場也是一種權利 在場是一種權利 好 那拜託葉宏警官介紹一下 刑事訴訟法 第219條 第219-6 報全證據 在場全 第319條 第421-6 報全證據在場權 第一項告訴人 犯罪行人 被告 辯護人跟 內裡人 侦察中 如有犯妨害證據保全之餘之外 對於其申請保全之證據得於實施保全證據時在場 因為通常犯罪嫌疑人跟被告在場的話 會可能會湮滅或是破壞一些他們犯罪事實的證據 那他偵查中如果說這219-6是針對他在場權的規範 就是例外給他一個在場權 就是確保因為他們有時候也會申請保全證據 那可以在申請保全證據的時候在場 219-6第二項保全證據之日時處所應通知前向的在場之人 但有其破情形是不能通知或犯罪嫌疑人被告受的拘禁中則不再實現 保全證據要通知他的時間日期跟地點 那可以在場的就是有不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辯護人代理人 那偵查中要通知這些人可以在保全實施 實施證據保全的時候在場這樣 那如果是例外情形不能通知受拘禁的情形的話那就是不再實現的例 所以這是保全證據在場 好謝謝葉宏警官的介紹 那因為受限於時間齁 我今天跟葉宏警官的這個報告就到 到到到此為止齁 然後下次再繼續跟各位嘉賓報 我們今天報告到219-6 那還剩下兩條還沒 219-7還有219-8還沒報告 那下次再跟各位嘉賓報告一下這個保全證據 那在做結束之前 再跟各位嘉賓報告齁 他這個算是屬於第12章證據裡面的第5節齁 他的整個保全證據齁 刑事訴訟法的保全證據是 在他的體系架構了 在整個刑事訴訟 刑事訴訟法 第1篇總則 第12章證據 第5節證據保全 那在結束之前齁 我向葉宏警官請教一下 你這樣我們這樣報告這個保全證據 你有沒有什麼心得或感想 在這個證據保全方面 或是說做一下重點結錄這樣 證據保全這一節 它有沒有什麼重點或小結 結論 重點就是分成偵查中跟審判中 喔 偵查中跟審判中 那就是因為有 偵查中他比較容易有 湮面圍照隱匿 妨礙使用的可能性 所以可以申請 呃 檢察官搜索扣押押 這些保全處分 那在審判中的話 A1914 那就是要在審判期日前 然後申請法官 法委員跟受命法官 做這個保全證據的處分 那 就是針對那個啦 避免犯罪嫌疑人 呃 不是針對犯罪嫌疑人 就是 因為他們 有時候他們也要證據保全的原因 是因為 就是他們是被告嘛 他們要努力讓自己 脫罪嘛 那 如果 這些證據遺失 或是 或是 一些 證據 不存在的話 可能會導致他們 被做有罪判決 所以他們也是有申請 證據保全的權利 跟在場權 保障他的被告權利 讓他之後 在審判期日的時候 可以 更能 保障他的 證據嗎 證據的完整 然後讓自己 可以 免於 檢察官 或是法院的 那個 定罪 這樣 這是新的 好 謝謝夜紅警官 好 那謝謝大家的聆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